那看了本人之後覺得 有點改觀點 怪怪的 就是他話很多啦 話多到你會覺得說 這個人是不是平常 沒有在跟別人聊天呢 所以我後面其實還卡一條案子 比較耽誤人家的幸福 所以我現在都是單身狀態啦 除非有個天使出現 我可以接受喔 到時候要去會客喔 我幫你送菜喔 已經想到這麼遠了 想要送菜了是不是 當然啦 YouTuber Toys下星期要打全賽 對戰前老闆鍾培生 引起不少話題 不過他的感情世界 同樣讓許多粉絲相當好奇 日前有網友拍到他和一名女子 在街頭牽手逛街的照片 不過他直播時說是在拍片 今天受訪也再度回應了 怎麼可能會有人喜歡我這種人 怎麼這麼想 對 應該這麼說啦 就我後面其實還卡一條案子 我現在不要誤人子弟 不要耽誤人家的幸福 所以我現在都是單身狀態 就不太會主動去找人家交往幹嘛 除非有個天使出現 我可以接受喔 到時候要去會客喔 我幫你送菜喔 那當然是可以 但是目前沒有這個天使出現啦 已經想要這麼遠了 想要送菜的時候 當然啦 對 你要想啊 要反過來想啊 換位思考嘛 我是那個女的 我會考慮 如果硬要跟你在一起 就是浪費時間嘛 目前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喔 就是 應該說現在案子的進度 就是二審剛開始而已 就是準備程序剛開 但是後面都還沒有排定 下一庭是什麼時候 現在聽天由命啦 反正我現在看起來也很樂觀啦 也當作好像已經沒有這件事情啦 然後該關的就去關這樣 不過之前Toys在直播中提到網紅陳怡 兩人在網路上的你來我往互動超好笑 也讓人好奇 他和陳怡私下究竟有沒有聯絡呢 我跟他私底下有換Line啦 就是我只能說 沒有看過他本人之前呢 我覺得這個人 文筆不錯喔 挺抓到這個網友的重點跟口味的喔 但看了本人之後覺得 有點改觀這個人怪怪的 就是他話很多啦 話多到你會覺得說 這個人是不是平常沒有在跟別人聊天呢 的這種感覺 就是他是那種屬於嘴巴停不下來的 硬要找個話要跟你聊的那種 所以我對陳怡是有點改觀啦 不過這個人應該是還OK的 那我感覺 話多不是你的唱嗎 呃 我是平常很安靜的那種 別看我直播在刮刮腳 但我平常算是安靜的 就是事情都自己在腦子裡面想 因為遇到陳怡這種角色 到底都講完了沒的這種感覺 那也有講一下你的理想型 我的理想型喔 那這個一定得是純譽系的 嗯 最好還能幫我寄菜 然後因為我是那種 我本身想法多啦 所以我 經歷過很多次發現 因為遇到想法多的都會覺得說 我們想法通常都會有碰撞 就會吵架什麼 但是我這個人又不喜歡吵架 但是別人又很難控制我 我可能又比較喜歡控制別人 所以我很難找到我的理想型 讓大家看一下 finish 刮刮刮刮FA